2021年南极地区部分白色积雪变成雪红色 这是由于极地冰川中含有的极地雪藻导致 这种藻类在寒冷气候中正常生存 甚至休眠 但是当气温升高时则开始爆发 形成雪红色团固 这就是南极为什么会出现雪红色的雪的原因 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起来 当地球气温不断上升的时候 那些古老的冰川和冻土层里 会不会封印着比枣类可怕千百倍的恶魔 没错 我说的是那些古老的 几十万年前的古细菌和病毒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冰的阿部主 气候变化导致的频繁严重 干旱 热烂 风暴 冰川消退 两极冰盖融化 现在都已经不是新闻了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全球气候变暖 还有一个连锁反应 就是全球各地的永久冻土层和冰川的快速融化 永久冻土层是一种冻结超过两年的土壤 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1% 主要分布在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 比如说加拿大 格林兰岛 阿拉斯加地区 西伯利亚地区 还有我国的清赞高原地区 都有这种永久冻土层 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就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冻土地区了 它大约形成于65万年前 这几年随着地球平均气温的升高 这些已经冻结了65万年的老冰块 也开始融化 一些随着冻土形成 而被冰封在冻土层里的动植物残骸 也暴露了出来 在冻土形成的时候 冻土封城上中下三层 上层是活动层 中间是严格永久冻土层 下层是多年冻土层下陷 活动层在夏季会融化 冬季的时候又会继续煽动 这种不停的冻上融化 融化冻上的活动形态 使得在冻土形成过程中 很多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冻植物残骸 也被保存在了永久冻土层 甚至多年冻土层层中 甚至有些植物和动物 在寒冷地区死亡的时候 它们还没有被分解 尸体都是完整的情况下 就被风冻住了 所以在冻土层最深处 有不少冻植物是65万年前 甚至更古老的动物 当然既然动植物能被冰封在冻土层里 微生物肯定也可以 但是与动植物不同的是 它们可能还是活的 有不少微生物可以通过 降低有氧代谢 使得自己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 使自己长时间的能够生存在冻土层里 所以包括我们用的冰箱 也只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活动 而不能杀死它们 各位冰箱里的食物 还是要尽快消灭的呀 在2016年就发生了一起 冻土层融化导致的碳居热事件 碳居杆菌本身就能在土壤中生存 动物在感染后会引起腹泻腹痛 恶心呕吐和死亡等症状 但在寒冷的西伯利亚 上一次出现碳居热 还是在75年以前 所以在这75年时间里面 人们已经觉得西伯利亚 已经完全消灭了碳居热 不过在2016年7月份 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随着冻土融化 一头75年前死于碳居热的 驯鹿尸体从冰封中被解冻 导致了绝技快一个世界的 碳居热再次爆发 碳居热先是在驯鹿群里面传播 然后开始传染人 最终导致了200头驯鹿死亡 一名12岁男孩死亡 100人入院治疗 但是谢天谢地 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毕竟西伯利亚那个地方 地管人稀传染不易 对吧 但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 西伯利亚有超过100万头 俄罗斯驯鹿死于碳居热 他们都潜埋在西伯利亚 冻土区域的各个地方 成为一颗颗随时可能爆发的生化地雷 说起来是很可怕的 但是这不是科学家们最担心的 甚至在担心排行版里都排不上前三 我们先从科学家担心的第三名开始说起吧 天花 天花这种恶性疾病杀死了都达5亿人 致死率高达30% 但是就这也只能排在第三 在1980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完全消灭了天花 也就是说 自然界里面已经没有天花存在了 但是天花病毒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 而且非常顽强的病毒 也非常看动 在冷冻的情况下存活时间很长很长很长 在1890年 西伯利亚一个小镇有40%的人死于天花 小镇剩下的人就把因天花而死的人的尸体埋在了西伯利亚 勒纳河河岸的冻土层上 单年埋冻上了 看似弄得万无一失 但到了第二年夏天 冻土层融化和河流洪水 这些尸体冲进了河里 结果导致了河下游几个村砖 还有这个村砖再次爆发了天花 2014年 一个来自科尔佐卧的一个国家性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 对西伯利亚南部发现的古石器时代人体残骸进行了测试 虽然研究人员没有提取到天花病毒样本 但是他们确实检测到了天花DNA的片段 而且许多尸体显示出天花病毒留下的痕迹 所以现在虽然说天花只存在于俄罗斯和美国的两个P4生物实验室里 但并不知道当冰川冻土融化时 那些死于天花的人们重见天日的时候 会不会导致天花的再一次爆发 这个听上去还是很恐怖 但是这些天花不会给人类造成终结这种影响 它们和人类都共存了几千年 也没有让人类终结 再来个几千年 我相信它们也不会让人类终结 而且我们现在的医学能力 医学技术也能处理这个疾病 并且还有针对它们的疫苗 所以它们只能往后排 可怕的是那些 我们可能连见都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如何治疗和预防的细菌和病毒 最近美国宇航局的研究人员 在阿拉斯加北极地区的一个永久动土层中 发现了一种被冰封了三万两千年的细菌 科学家给这种细菌起名叫做根心式肉感菌 这是它的拉丁名 可怕的是 当工程人员融化这些动土的时候 这种根心式肉感菌居然活了过来 而且还能够正常的生存繁殖 不过好消息是 这种根心式肉感菌是人出无害的 在2004年 科学家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一种巨型病毒 名叫西伯利亚扩口湖病毒 也大概冰冻了三万年左右 在解冻后 这种病毒又继续有了感染能力 在实验室里 这种扩口湖病毒感染了一些阿米巴变形虫 并且成功的自我复制与增值了 虽然他们现在都不能感染人类 不过从生物学或者遗传学上讲 他们离感染人类可能就是一个剪辑队的事情 以上两个微生物兄弟只是三万年左右 在地球最古老的冰川南极州冰川 穆林斯冰川里 美国洛卡斯大学研究人员宣布 他们发现了一种细菌 这些细菌的年龄 从相对年轻的十万岁 到惊人的八百万岁 不得 同样 研究小组发现 这些古细菌对人类没有构成威胁 但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线索 说明有很多以前未知的生物 埋藏在地球的这些大病柜里面 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 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东西 都是完全无害的微生物 而在新墨西哥州 发现了一种四百万年前的细菌 就不一定了 这种细菌对现在有70%的抗生素 有抗药性 并且能够完全地抵抗住 其中的许多抗生素 如果说这种细菌可以感染人类 我们人类几乎是束手无策的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想说的是 科学界对于永久冻土层 和冰川中休眠的病原体 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 仍然存在分歧 一方面这些微生物 真的能感染人类了 对我们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我们不清楚 另一方面 这些地区 这些冰川永久冻土层 所存在的地区 大部分人 都是地管人稀的地区 许多居住在那的人 与外界接触非常有限 所以即使出现一些 史前烈性病毒重见天日 能够造成爆发的概率也很小 我们也能够很快的控制住他们 但是现在我们人类在北极地区 和各种冻土层地区 还有极寒地区 高海拔地区 高纬度地区的各种工业活动 在每年增加 这不仅增加了各种远古 病原体从冻土层中复苏的几率 也增加了他们传播的几率 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 这些冰窗和永久动土的解冻 不仅仅会导致气候异常 海平面升高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能还伴随着这些可怕的恶魔的苏醒 世界生态系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变化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深刻的变化 人类感染史前病毒的概率可能不大 但是我觉得一旦爆发 可能又是一次像新冠一样的 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世界 谢谢大家